他用一部一億像素的相機 一億 回合小時候我們懶惰 去男朋友女朋友拍拖 我們都會找一些山景 羊羞光 看人出這些東西 過了街面的時候 我們寧願去看照片 因為有一個很好的攝影師 做了這件事 要三點多四點起床 去捕捉這個光線 那就完全是光與影 耶穌光這件事很難捕捉 由Chris介紹一下 我們近一點去看一看 整幅畫的意境 又介紹一下 這幅畫是相片 相片很像畫的相片 這裏是大帽山 行開山或者攝影法少爺 拍出日出 一定是上大帽山 這裏怎麼都會走一走 很多時候我們大帽山的景 人們會拿獅子山為重心 即是這裏 對 是這裏 為何我又可以拍到這樣呢 這就是天時地利 對 一個真是一個柱光 其實一分鐘出來之後就沒有了 即是尿布租得很好 對 就是這個柱光 連貫了這個這麼闊的景 所以我當時就在一個決定性 有一分鐘內 我就把它用一部一億像素的相機 一億 對 就拍了五張五格 因為沒有一個這麼闊的環境 鏡頭 之後再後期合成 這個真的要執照 這個一億像素 那樣東西 就讓我看到了 我發現這個耶穌光 正如你平時不喜歡執照 所以完全沒有虛假 這樣射到下來 射到這幢大廈 都很細細 對 而且這幅相片 合成後是三億的像素 我以為價值三億 是不是這樣 真的 沒有價 將來就沒有價 對 而且還可以放大很多 對於女生來說 就很喜歡去拍照 尤其是如果你身材好 夢寐以求當然要拍裸照 因為此情不可在 可能過了一個歲月的時候就沒有 好像以前Titanic 她畫了一幅畫 戴著那條鏈 老人家看回來 很幸運有人幫我畫了這幅畫 所以接下來便是Sexy 接下來便是Sexy 然後請認識 我會做到這幅畫 在這幅畫 你沒有什麼 看起來 我會想說 我會想說